我们在装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要求 就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不能像家 要像商业空间 我就属于那种 我喜欢 我喜欢去酒吧 我喜欢去咖啡馆 我在里面我很舒适 那我何不把家里 变得像酒吧 或者像咖啡馆一样 住就住在酒吧里 不要太爽啊 我叫张明熙 现在是一个 独立的服装设计师 我是UCO 我之前的工作是服装设计师 后来自己创业 成立了一个公司品 他说我要喝草莓 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你说你好 我是张一默 你好 我是张一默 你几岁了 14岁 你声音大一点 你说我喉咙做手术的大不了 你说 我是婴婴官 我们这个房子 大概是150平 原室户型是三室两厅的 然后后来它给改成了两室一厅 买房子新动三个店 我一进来我就说先看上了阳台 因为这阳台非常长 将近18米 宽夜有两米 然后我再看这个 它很敞亮 这个房子客厅大 它的客厅是其他三个房间的总和 第三个就是个走廊 就是我一直想要一条长洲廊 因为走廊其实是比较浪费空间的 但是我很喜欢 看到房子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我这个一定要挂衣服 就像成年一样 就是我像我家 不像普通的住宅空间 像商业空间 就是大空间就是说 我们自己在设计一个主题 就跟开发产品一样的 就是美国往事 然后我取了很多常见 然后包括吧台 其实包括家里的色调 其实我们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家有很多元素是马 壁纸上是马 有骑士啊 装饰画啊 我也会马 有马 包括我们酒柜上面的标志 然后我个人喜欢的风格 美式复古里面的牛仔 平时的话 我们会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 然后像有一些喝咖啡啊 喝酒啊 招待朋友都在这边 我们俩都比较喜欢的 就是后面这个吧台 然后基本上就是从图纸 然后到我们前期定风格 我们没有出效果图 这个基本上装修最后期的时候才进场 到的时候就效果就很满意 然后包括后面我们加了一些装饰啊 灯啊 包括那玻璃 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花形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家其实没有玄关呢 然后我们是硬造了一个玄关 做了一个不到45度的一个拱门 这个鞋面其实以前这边会有很多拐角 像通风景啊 我们正好就利用这个鞋度把它做一个遮挡 然后包括这边会找了定制一个这种收纳柜 这个收纳柜的门也是一个一半是真门 一半是假门 我觉得收纳对于一个家来说 特别特别至关重要 你怎么样能把它给就是做得漂亮 关上柜子的时候 整体的家还是你想要的那个风格 但是打开门的时候 你的收纳又是井井有条 然后你生活起来还是很便利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花心思的 就像我觉得我家做的那个柜子 简直就是无处不在 就是前几天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 我终于在35岁实现了收纳自由 假如你第一次来我家 你会觉得我家好像没有柜子一样 当我把像护墙板一样的那种装饰 看起来它是护墙板 但是打开它却是柜子 然后就收纳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灯光我们不是很专业 但是希望能打造昏暗一点为主 真正的话照明 我觉得我们家照明不是特别好 就是说到这个无主灯 我最开始是很认同这个点的 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就觉得 没有主灯真的太无聊了 只不过现在你就会觉得 真的主灯真的太难挑 因为我们家的像灯具 包括装饰画 大部分都不是现代制品 挺难挑的 也是夺他人所爱才能拿到的东西 到了夏天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其实是我们家的一个露台 然后这个露台是跟我们吧台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家现在的露台的状态就是还没有完全完成 可能会有一个大的长桌 然后有些竹台 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空间 因为现在的话我只是凌乱的摆了几些盆景 然后但是这个硬件条件非常好 这个露台非常的长 空间也蛮宽敞的 未来的话会我想应该是非常舒适的 现在是大概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是一个很爱社交的人 我现在就更好客 像我以前住47平 我也不太愿意邀请朋友来我家 因为可能有点拥挤 然后这个房子客厅大 然后我有酒吧 还有露台 我有很多种方式去招待我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房子还会让你厨艺变好 就是我会很爱做饭 现在就是会做很多东西 这厨房基本上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弄的 就是我们俩还是有一个遗憾的 就是那个厨房的台面选择 可能会能更好一些 对其实当时也是为了节省预算 现在就是用了那种人造的实应室 用人造实应室 你就是外观来看 然后就是不如真的 就是你会发现你最后后悔的地方 都是因为你在节省预算的时候 次卧就我们家宝宝的小那个屋子 它比较小 对它那个就是要求一个舒适性 因为这个以前的门的排列 跟现在的格局不一样 然后我把它做成跟我们主屋 门对门的一个状态 门对门的话对它来说很有安全感 就是它的憨声我也听得到 它随便晚上叫我一声我就过去了 我跟其实让它感受到我们在同一个空间 因为小孩子隔一道门 它都觉得另外一个事情 客位呢设计的时候一个是给来的朋友啊 然后用其实我更多的是把它考虑和小朋友的卧室 然后把它连成像一个套间一样的感觉 然后一是储物 二是它洗漱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刺猬的话 我朋友来我家他反馈说像酒吧的卫生间 我们家那个浴室镜 是我买的一个老船上的一个船窗 把外面那个框留下来了 划一个镜子圆子贴上去 安装起来很困难 因为它很重将近七八十斤重 卧室跟客厅最大差别就是光 我们希望它更私密昏暗一点为主 所以我们有深色的百叶窗 深色的衣柜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墙面是一整个黑色的吗 上面好像有一些护墙板 这样推开 它都是一个衣柜 这个整台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衣柜 所以储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到了这边我其实一直比较满意 也是我们家一个窗帘 然后本身它是一个调节性的 然后也很灵活 遮光性也很强 包括调性 包括一个使用的功能性 包括后期的一个使用感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窗户是可以完全可以打开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卧室 其实是没有一个就是观影的地方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投影的幕布就在上方 然后我们那边会有一个遥控器 控制它的升降 包括在这边 然后这是我们到浴室的一个通道 然后到浴室的通道我们就给设置成了一个双开门 整个空间呢 我不想太常规的那个浴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做了一个像书房一样感觉的一个浴室 采用了一个半墙的效果 包括这个浴室柜呢 其实我选用的这个造型其实也是以前一个老的书桌 然后上面做了一个那个单盆 这个浴室的五金也是选用的比较复古的一个造型 这个呢就是属于失去的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淋浴房 然后还有一个马桶 反正我们家感觉大部分都是在追求硬汉吧 就是这个不光是我的想法 包括我老婆也希望她是偏像 对就不想太 偏男性化一点 很少 就是在装这个房子上我们俩意见 真非常同意 其他上面也没什么冲突吧 其他没有 就是他不敢不想让我 不让我喝酒而已 是的